如果这一切过后 我们都能平安无事的话 我们就澄清吧 一天没吃东西了吧 来 许初 嗯 马上就要决战了 嗯 楚会长那边 我可以跟你一起去见他 还有何胜安 我可以找他 去找那些以前的老部下 我相信我们可以很快 我想跟你说的是 你能不能暂时离开一下方程 你想都不要这么想 这个仇恨是我们两个人共捧的 让他跪在爹娘的牌位前赎罪 不是你一个人的想法 你放心 你放心 我是段许初 南方的军阀都能拿下 更别说宋真远了 等我抓住宋真远 第一时间就接你回来 我不希望你陷入任何的危险之处 许初 不过 我有话想跟你讲 如果这一切过后 我们都能平安无事的话 我们就澄清吧 我也不知道我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你呢 我也不知道我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你呢 但是等我意识到的时候 我好像已经陷进去了 之前我们两个之间有仇恨 我跟徐瑞之间有婚约 所以我一直也不敢承认你 只能默默地藏在心里 从此后 一个人的领域 但是 这一次我觉得如果我不说的话 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 所以今天 我什么都不管了 我要告诉你 段许初 我心里有你 我一个人惶恐 看着你 见到那个贪 说得不在空 我只能当的风 我希望以后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都可以一起面对 在这一切事情结束之后 我们就立刻成亲 是普通观众 嘿 对不起 我不能让你 先用这好意见之处 等着你 就当那个贪 身边不在空 我只能当的普通观众